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婉珍 一起关心本节的新闻重点 担心蓝沙坝酿灾 资本居民大反弹 雇用临时工资方有义务为其家宝 退休远景 献上好声音共谱爱的乐曲 交通委员会会同交通部长 视察南回公路工程 首先来看到的是 去年921凤凰台风 强大的雨势下 在北南乡的境内 包括了资本地区 也遭遇到了恐怖的土石流 不但这个龙泉路受损严重 而资本溪因为洪水来得又急又快 强大的雨势造成了山崩土石滑落 而资本溪暴涨造成当地多处摊坊 而听到最近这个领馆处呢 有意要在上游再增设一处南沙坝 也引发了当地的饭店业者和民众强烈的反弹 认为河床已经越来越高了 所以大家一致的反对南沙坝的新建 去年凤凰台风来袭 强大雨势造成资本溪水位暴涨 连通往温泉区的路面多处积水 土石淹没路面 资本溪近年来新建多处南沙坝 主要用意在缓慢水流 降低洪水冲刷强度 可是眼看西床年年不断升高 最近听说台东领馆处 有意在新建一支南沙坝 引发当地饭店业者与居民反弹 起南沙坝的原因 这里在地基民没人同意 因为在南沙坝建起来有没有 水会中管起来 香檳山都流流了 我们这个架是要让它沾下去 沾下去它水不才流得快 你又把它倒起来 倒起来香檳山的水流出不是很高的 水流出不是很高的 这不是只有南沙坝会影响到 会影响到油的问题 上游的泥沙太多 你一定要有时间 给它慢慢冲下溪口 来到资本山里游乐区入口 勇望对山先前土石崩落的惊人景象 让当地人不禁捏把冷汗 如果这里再遇到一次豪大雨 只怕沙是蓝道了 有可能造成洪水蔓延到温泉区 结果如何让他们不敢想象 你冲的沙坝也有限 你冲到这个蓝沙坝是不是不作用 对吧 他们是说做蓝沙坝是说 目的是说 要拖鱼的沙坝要拖掉 我告诉你们的蓝沙坝 沖下去没不对 跟沖下去没不对 你流到一百公斤 两百公斤以后 那个沙坝是不是会再停在那里 上面也是同样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降低 降低那个蓝沙坝的高度 那降低蓝沙坝的高度 会造成什么 就是下游 下游就是在那个资本桥 到那个铁路的那个桥那边 那沙子你一定要清掉 蓝沙坝的建造 无疑已经严重影响到 资本溪流的生态环境之外 也有可能造成水温升高 以至于资本溪内 早期丰富的水产资源走入历史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降低 上游的沙子会冲击下去 最终的 最终的问题就是说 你沙子要输尽掉 不能放在两旁 我认为是这样 才不会造成 我们整个这个激冕 以后下一个台湖 两三百公里的雨量 就会造成氾濫 所以我当时你 你开一盘就中间 开一盘就放下来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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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要越沉越好 以前的这些 钓球这些 这些 最终的22千 现在你看 像我们的 领管单位未来应该面对的 因朝向蓝沙坝的拆除 让泥沙和淤泥 比较容易被带走 大石头的比率 则可以明显提升 而非一味的构筑硬体工程 让资本吸生态 永远没有复原的一天 东南新闻张家为 本来相报导 说到了年货大街 临时工作人员 包括了寒假打工 或者是整场的修购 这些短暂支援性的工作 除了支领薪资很重要之外 可千万也不要忘了 勞健保等等应有的工作保障 所谓的临时工 也就是非正职的员工 而部分的营业单位 并不会主动替他们加保 不过依据保险相关条例来说 只要受雇于5人以上的公司行号 雇主就有为员工投保的责任 而这个也是法律上的强制规定 公司行号有时在营运上 为了应付突然增加的工作量 会雇佣所谓的临时工 来提供暂时性的劳务 因为并非公司的正职员工 所以有部分公司 并不会主动替这些临时工加入劳保 而是请员工自行到职业工会加保 这样做究竟合不合法呢 目前我们在台东这边 也有劳工朋友陈勤 雇主没有按规定的加保 目前实务上我们有碰到 有饮食业的 还有泥水工的 这方面他没有按规定来帮员工加保 劳保本身为在职保险 也就是只要有从事工作 提供劳务者都有加保的资格 因此劳工保险条例第六条 规范了应该强制纳保的对象 其中符合雇佣关系的受雇者 只要是受雇于五人以上的公司 工厂 行号 或其他公益文化事业等等 而且年龄年满15岁以上 65岁以下的劳工 都为劳保强制纳保的对象 就雇主的部分 劳保没有加保部分 会罚雇主四倍的罚员 就这劳工他这个月 应该投保的保费 雇主负担的保费罚四倍 那救保部分呢 他没有帮他申报加保的话 雇主这一部分 救保就要罚十倍 不论是公读生 临时工 或是其他兼职人员 只要受雇于五人以上的公司行号 雇主都有为他们加保的责任 当公司有雇佣临时工时 应该遵照法定规范 在劳工到职日当天起 为其加保 否则劳工一旦在工作期间 发生事故 不仅少了劳保提供的保障 也需要负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那雇佣员工数不多 在劳保的部分 就不属于强制加保的范围 但是有受雇的事实的话 纵使他雇佣一个人 他也是要帮这个劳工 加保就业保险的 至于四人以下的公司 依法劳保属于自愿性 公司得以不替员工投劳保 但是必须得为员工投保 直载保险就业保险 以及提拨6%的劳退金 东南新闻张家维台东市报导 台东县警察局警察分局 在日前是举办了2015 退休援警感恩音乐会 由台东县警察局 这个警察分局长 来颁发感谢状 来感谢这些退休 多年来在工作上 认真付出的这些援警 而在这个活动当中 也由退休的远警带领着 部落族人一起组成的 Gabut好声音乐团 献上阿美族部落 副音传唱的组曲 让严肃的警察礼堂 充满着温馨以及感人的气氛 穿着远警制服 配上原住民艳丽的配件 一项严肃的 玻璃是大人 给人多了一份亲切感 台东警察分局 在12月10号 特别为了即将退休的远警 举办了2015 退休远警感恩音乐会 由台东县警察分局 分局长雷武军 一一的颁发感谢状 给辛劳付出的退休远警们 在感恩音乐会上 也由台东警察分局 复刚派出所即将退休的远警 黄世川和部落族人 共同组成的CAPUT 好声音乐团 传唱阿美族传统歌谣 包括了郭英男唱红的奥运歌曲 他们演出一连串 马兰阿美族传统部落复音主曲 展现阿美族在部落庆典上的 欢乐气氛 黄世川也特别提到的是 退休之后马上就要跟着团队 前往参加县内的演出 而藉由这样的机会 让更多人可以欣赏一场 兼具视觉与听觉的音乐饗宴 因为我刚融退 也希望说把我们最好的声音 献给我的同事跟分局长 感谢分局长对我的爱戴 组成这个CAPUTE好声音 尝试我们阿美族固有的一些歌谣 我们也将在12月27日 在台东南京路文化中心 展现我们的好声音 郭律师大人工作不忘培养兴趣 而退休后的生活一样精彩 而警察分局分局长雷宇君也表示 警察工作非常忙碌 同仁也能够借由兴趣 减少工作上的压力 更能够娱乐平常的生活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台东对外交通上的改善是民众 急迫的需求 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安排了考察台东地区交通建设的行程 由立法委员刘兆豪 陪同交通部长陈建宇 首站是前往了南回公路隧道的工程 北洞口实地的视察南回公路改善的情形 而阶段性如期的完成 也预计呢 这个106年的南回公路 可以让用路人省下30分钟的车程 台九县南回公路拓宽工程 目前已进入了中期的阶段 立法委员刘兆豪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 28号上午会同交通部长陈建宇 这颗领域来修了解一下 看看有没有安全性的设施还要加的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交通部长陈部长 能够到我们C2标 也就是安硕到草浦 全长4.6公里 总经费52亿的隧道口 来进行整个工程的进度的一个了解 我们期待这整个工程能够如期如值的完成 那也希望藉由今天这样的一个考察 也让部长了解到 在整个工程的试作当中 有些我们 有些在地的朋友他的土地被征收 那我们也期待 要求交通部行政院 对这些土地被征收的乡亲们 他能够给他一个最合理最大的一个补偿 其中长约4.6公里的安硕到草浦隧道是关键的工程 目前隧道南北洞口双向施工已完成了超过2000公尺的开挖 包括隧道公路还有桥梁 那整个整体的工程在106年底107年初 他会要完工 所以这对台东的连外交通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善 那我们也期待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能够让这些工程顺利的完工 能够改善我们台东的整体的生活品质 台九县南回公路拖宽改善计划 范围北起台东县泰玛里乡南道屏东县石子乡 改善后路线全长由原本的40.6公里 缩短为35.9公里 届时来往行车的时间将可缩短30至40分钟 除了提升区域运输系统的功能 带动沿线观光经济 在医疗后送上也有更大的注意 多安新闻 陈金雄 林婉珍 达仁湘采访报道 说到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在日前台东的中心路的大马路上 是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 怎么说呢 在大白天有一只火鸡 是当街的对着一只母儿呢 霸王硬上公 而在一旁的公儿呢束手无策 并且不断的喊叫 最后是出动了警方前来救援 才将他们分开 原来这个火鸡和这些鹅呢 从小就被养在一起 刚好是因为发情期到了 所以火鸡才会有这样的自然生理反应 台东市中心路六段的大马路边 一户人家将一对鹅和一只公火鸡圈养在一起 三人同时在路边跺步 没想到公火鸡一试到了发情期 却找不到对象 最后竟然选择了不同种的同伴下手 在光天花日之下强奸了母儿 而在一旁的公儿束手无策并不断的喊叫 只好冲向路中向过往车辆求救 一度造成交通的堵塞 警方闻讯急速赶到现场 不断按喇叭将纠缠在一起的鸡和鹅拆散 最终阻止了火鸡恶霸的行为 令人想不到的是 好事被破坏的火鸡怒火中烧 对着警察的脚蒙左反击 对于这样的动物界乱伦事件 鸟琴专家表示 火鸡只有在发情期才会有这样的行为 由于火鸡和鹅的生理过照不一样 所以这一切都只是闹着玩 大家别太紧张 东南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到一位住在达仁乡土板部落的青年 他叫做吴正宗 用简单的摊车里头载着自己部落的农特产品呢 他们用徒步的方式要来环岛行销 有很多人就建议他啦 为何不利用这个网路来推销呢 但是呢他说了他希望以脚踏实地的方式 让台东的青龙的努力被看见 也呼吁更多的民众要珍惜台湾这块土地 大马路上车子来来往往 一辆手推摊车缓缓的一步一步前进 手工打造的摊车在分成别类的抽屉里 装满了各种农产品 都是自己种植红梨 小米 柠檬干 还有洛神茶包 随行的还有纪录片导演钟品成 从事部落影片记录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已经五年了 但父亲始终一直不谅解 去年不幸离开了 因为父亲生前是军人 他把骨灰放进一个军人玩偶里 就这样背着他 让父亲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爸是老兵嘛 所以我就把他做一个这样的造型 所以把爸爸的骨灰放在里面 是因为在 我在拍摄中的纪录片 大概今年已经第五年了 第五年了 那在我爸刚好在今年过世 那就趁着机会 带他出来看看 我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他一直不是很谅解 我在部落跑这么多时间 到底在干嘛 这样 所以说透过这次的环岛 顺便带他来了解我的工作 然后了解我现在在 台东的部落跟农民发生 透过这样的模式来 然后结束来的话 农业可以过得更好 吴正宗感叹 部落的农田慢慢在消失 都被水泥建筑、民宿所取代 他希望鼓励青年农民 在家把劲 也希望更多的民众 珍惜属于自己的土地 做农了 然后 其实年轻人回去做农 做农都碰到很多问题 土地变得很贵 都买不起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 很多一些那种 不管是行销 还是说做什么 种种问题都很 都面临很多 那要做农的话 怎么买得下手 你都盖水泥 你都吃哦 都吃水泥 多多关心 多多看看这些台湾的土地 对 他们预计会花两个半到三个月的时间 走遍各县市 行销自家的红梨和小米 用脚踏实地的方式行销 希望引起更多民众 注意到台东后山七年努力 与优质的产品 东南新闻综合报道 很多人喜欢逛市集 尤其又到了假日 而逛逛市集 还可以发现新的惊喜 位在金峰湘东六十四县道上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就会由部落的产销班 妇女召集金峰湘手作工坊 一起来摆市集 包括了手工编织包 还有手作饰品 还有在地的野菜以及农特产品 等等的物品呢 甚至到美食都会在市集当中来展售 小小的市集 规模越来越大 当然也能够满足 爱逛街的消费者们 所以这全部都自制 位在金峰湘正新村的东六十四县道 连接太马里湘通往金峰湘嘉兰村 每到了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是在地产销班最开心的时候 部落妇女号召金峰湘手作工坊 来到这个地方摄摊 多了一个手作品的销售平台 更增加了家庭的收入 假日的时候也提供了我们一些额外的收入 而且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市集站 所以很多我们的手工艺品 有这样的平台来销售出去 云普堂这边多少都还是有一些客人 我们这一带是南美仙这一带 比较没有那个市集 那因为我看到很多我们像个人工作室 还有我们的农民 他们没有地方可以销售 那我就想说先由我们这边发起 当然我们在这边也很特别的是 我们那个达人乡的也进来跟我们一起摆 那我们在这边我们还有摆一些花卉 金峰湘近年来推动部落观光 提高了部落的能见度 产销班借力使力 利用部落妈妈教室的空间 让在地手作工坊一品可以集中 让游客在同一个地方就能够一次逛个够 因为我们也是很感谢县府公所 还有农会有一些指导 那我们刚刚开始 还不是那么多的汤位 那我们主要这边就是有野菜 就是我们自己从田间采的野菜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手工艺 我们这个个人工作坊的手工艺 还有我们社区的那个妈妈 她有做了一些就是客群会比较多 就是炸鸡类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手工编织 那还有农客产品 未来如果说冬六十四级整个形态能够完完 完善了之后 越来越多的游客 我相信会有更多 包括达人啊 包括大午 或是太马蚁的也会一起来 在这个冬六十四级这边来摆摆 走访金峰现在除了台湾游客 也渐渐有路团前往旅游 禅销班以冬六十四线作为市级的名称 冬六十四级 现在除了金峰巷在地的工坊之外 也开始号召了南回地区 禅销班和首座工坊加入 规模逐渐增大 未来除了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之外 也规划增加市级涉摊的次数 让冬六十四级除了是提供工坊交流 部落联谊的场所 更是游客必到的休闲场所之一 东台新闻林婉珍金峰箱采访报导 动物界有许多有趣的行为 有的时候呢是出自于自我防卫 有的时候呢却是为了要求偶 而这次的网络放送站呢 就找到了树林里的武林高手 有的跳叉叉 而有的跳新疆舞蹈 一个比一个还要厉害 一起来看看 生物界有许多习性 有时候是出自于自我防卫 有时候是求偶交配 但是看在人类的眼里 却十分的逗趣好玩 像是这只看起来行为 怪异的鸟 脚步还有身体摆动的模样 真的都像极乐在跳恰恰 除了恰恰还有跳新疆舞的 摇头晃脑模样非常逗趣可爱 还有鸟儿展开大大的翅膀 挑起现在最夯的大唐宫廷剧《五妹娘》里头的 蓝陵王入阵曲 献给陛下 献给陛下 跳啊跳的下退敌人 自然界里头各式各样的有趣行为 让我们发现原来树林里还有许多的武林高手 东台新闻的综合报道 接着来关心到的是气象方面的资讯 入灯以来呢 首波强烈冷气团即将有报道了 从16号的晚间开始 一直到周四 也就是在17号的清晨 嘉义以北可能会下探10度左右 而南部还有东部也会只有14度的离温 而这样的天气形态会一直到周五 也就是到18号的白天才会回温 再来关心台东县各乡镇市的天际概况 台东市与北南乡26到27度 中午地区12到26度 南回地区16到28度 海线部分16到27度 绿岛部分的绿岛蓝宇是7到25度左右 再来看到的是农民历的部分 国历的12月16号 在这一天是农历的11月6号 当天日冲属猴36岁以及96岁的朋友 你要特别当心了 而在当天是和纳财定盟还有开市以及交易 比较不适合的是架取 动土还有破土以及祈福 及时是落在了子丑成位这四个时间 再来看到的是星座的运势 在本月的主打星是落在了射手座 而贵人星座是金牛座 幸运数字则是3 整体运势上有4颗星出运的状态 再来看到整体运势的解析 热情高涨和异性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收放自如 而单身的朋友有机会和聊得来的异性 擦出爱情火花 在当天工作比较平顺 而在上司和长辈都是你的大贵人 所以要多多和他们来沟通 而在当天花钱的地方很多 所以提醒您应该要做好预算 以免透支 再提供给您一则励志小语 事实永远都在 面对它就会容易一些 如果是逃避了它就糟糕了 所以要拿出勇气 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提供给您最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 请锁定20频道 祝您平安喜乐 我是婉征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每一天每一刻 每一天每一刻 最久完美理想 中海新闻和时代 你我一路相伴 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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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